比如说你做这些事情 剧里面很多戏谑 嘲讽 或者 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泡泡这种语言系统欺骗了自己 语言学不就这样了 被自己的这些话构成的 但是在自己原性里活得太舒服 这是有问题的 那我为什么要活得不舒服呢 但您也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我不是来找你们就换语言体系 对 您使用的语言体系是 是很不口语 第一 第二 和大众割裂很严重 第三 受很多批评 你如果不是自我欺骗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对吧 写着写着 好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对吐槽那么感兴趣的 因为好笑吗 跟普遍的无力感有关系吗 还行 其实这个玩意 喜剧这个事 我的感觉是 如果你做的够好笑 够优秀 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你不用把它放在时代框架里看 清朝人也爱看好笑的东西 宋代人也一样 就没反对 没什么反对 您问我 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喜欢吐槽大会 吐槽是什么 我回唐上做一个套秀演员 我把李白摁那儿 我给他一顿吐 后来你不是那什么吗 得意虚惊欢 你怎么那么要当官呢 对吧 我觉得大家听了也能笑 其实是说新鱼里好多这种东西 或者说你认为现在这个点 是他们笑的点 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研究这个幽默 这个笑这个东西 也读了一些书 有一个现在最公认的解释 叫恐惧解除 你就是发现这事没事了 哈哈你就笑吧 比如说过山车 啊下来以后哈哈太好了 对这就恐惧解除 一样吐槽就一样 嗯 那很可怕的 我怎么能当面说许志远 啊 嗯 伪知是分子 嗯 但长得确实帅 嗯 就大概就举个例子 临时想就举个例子 嗯 前半句是很吓人的 嗯 你怎么能当人面这么说话呢 后面他变成一个绕合 然后就啊 就笑了 嗯 我是这么理解 这个说的好恐惧解除 嗯 也有别的解释也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解释叫 嗯 心知 就是嗯 笑是对人自己的一种奖励 他通过意外的手段也好 他通过前后的那种铺陈和反转也好 初级你的理解是 一个意外让人笑吧 其实深层的生物上的动因 是因为你获得了一个心知 在这个笑话里 现在这两个解释 我觉得都有道理 但比如你记写诗业笑话 嗯 诗业使用获得心知 嗯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这个 嗯 突然这个桌子是在这儿 突然一个一张静默的桌子 这个桌子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是对你来说 这这两者的 你都写吗 他们这有关系吗 或者说他们有 有吧 写笑话的人 能写笑话 能成为好的 嗯 喜剧工作者的人 都必须要敏感 嗯当然 诗人一样 嗯 好诗人 嗯 肯定要敏感了 嗯 这个就是共性的 对我来说是共性的 但是写的话 你担心这种说这种口语 伤害你的写作本身的语言吗 还真没伤害 如果你不过生活在哪个时代 我刚刚不说所有时代都一个德行 嗯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那个时代 嗯 我想生活在我的写作里 嗯 就那个是最好的 创造一种新的话语空间 永远是一种自由和一种创造力的表现 但这个话语空间有什么构成 这个话语空间是易碎的还是持续的 这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分野了 一种新话语空间是它自从其逻辑的 它特别大的内在的支撑的一个东西 另一种话语系统它是非常依附性的 它通过真正的消解和依附一些主流话语系统 也完成了某种转移或者是逃避 这是另一种方式 嗯 我非常可以理解这种 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的话语空间 也是也是富有某种创造力 但这种创造力 这种创造力对我来说 它不是特别高级的创造力 嗯 就是这而且它是非常的 易碎易消失的 写诗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最早写的都删掉了 删的干干净净 太尴尬了 受很影响的那时候 哎 这事我觉得跟您讲的 我其实特别好奇 就是有年轻人居然是不写诗的 这是我最受不了 我这不是很正常的本能反应 我觉得 嗯 你甭管写的好写的坏 年轻时候不想写两笔吗 就是 对 25字之前都应该是个事 但我就这个感觉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写5字 哎 你不是很正常吗 写的不好是不好 但是你怎么会不写呢 嗯 那你周围同学写吗 都不写 我周围 大学有个同学 是那种国学范儿的 写古诗什么 别听别致了 国学青年 我靠 嗯 很爱读什么透黑学啊 什么 什么 外缘内方什么的 我天天骂他 跟他吵架 上课跟他吵架 差点打他有一次上课 因为你很少说是管中哪个学校 没看到的 因为说出来你不知道 你什么说过 后顿知道吗 华南农业大学 听说过 听说过 嗯 这是地底志愿吗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对 我有一个特别遗憾的事 你说 就是我没读过名校 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事 我初中学习那时候就是全学第一 考了几年就觉得太没进了 这太容易了 就又开始玩 又叛逆 那会儿就文艺青年了 又挺摇滚 觉得自己本有文化 天天跑本书那样 我就应该高中三年 不是要看什么 看什么米兰昆德拉 我好好把语文数学看好 我好好考个北大多好 不知道图啥 我气死了 就特别后悔这件事 就觉得 不接受这个教育 或者反抗这个教育 对 就很牛逼的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就中毒 我气死了 我现在特别后悔 所以你知道我看以撒伯林的传记的时候 受什么刺激 以撒伯林和他的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9岁 他们穿过个公园 谈了一路 莫扎特是怎么回事 他们 当然我大学看到这本书 以撒伯林的东西 你看 徐老师你看 这是我跟您说的 就是一切时代都一个德行 都得死 都一个德行 就是你已经是北大的了 但你还是觉得 对吧 你还是觉得 我怎么没那样呢 我相信以撒伯林的小朋友 他希望他生活在俄国吗 他肯定觉得 我爸为什么不是莫扎特的 这个东西是 用我们佛学的话来说 就是 无尽 这个欲求是无尽 就我关键是跟你正好恰相反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生活才变得有意思起来 你要活是要有欲望的 才是生活变得 五彩斑驳 我其实你看咱俩不太一样 就是什么 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一个我觉得啥都没劲 嗯 我后来包括逼迫自己 因为我确实喝三块钱一瓶的啤酒 也很开心 是啊 我真的很开心 但我觉得我这样下去 是不是就完了 就是 我就肯定 真的好 对 我就完了 我就回内蒙了 我就回内蒙自己找个屋 我就喝一辈子啤酒 什么都没有 就是也行 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也行 我跟您说最可怕的就是也行 因为在我心里这种选择真的行 所以我就一定要变成现在这样 打一个小森林带子 我才能健康的活着 为什么选社会学性呢 你是选社会学吧 我其实想读哲学 但是我也想活着 我也想好好挣钱 然后但是自傲嘛 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不是能学的 然后就看到了社会学 我说这挺别致的 根本没看过社会学的书 不知道社会学家有谁 我觉得这是个全新的学科 然后又能满足我离家远一点的愿望 就想了就这边了 社会学里学到什么东西 社会学 可能你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学术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个思维 就是你到最后你可能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你什么都做不了 但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是吗 从来没想过改变世界 我觉得挺好 我其实挺喜欢学术的 我动过念头 但是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就不扯扯 你不是去南方中文周刊吗 但是 他说脏话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也别生气 不是冲你 喝一口 别生气 你也听出来了 我就是也是挺文艺青年 有过那种新高TL折纳的时候 包括说改变世界什么的 我去媒体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就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我在电梯里 听到另外的别的地方 总是在那聊天 那会是马上过年 我好像刚买完火车票 我去买火车票是这种排大队 在你要去抢票的 我当时得没钱 得坐火车回内蒙 然后又回实习什么 我就听着两个人说 说马上过年了 回家买了票 没事 我们跑春运口的 有票 我给你留办成 就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突然就觉得太扯了 这个事情 我就一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因为南方到夜一直 北方南方给自己的道德表率太强了 然后我就喊 然后我就很快就离开了 我觉得太没劲了 我说我还不如好好挣钱呢 这么容易被打击 是不是说明另一个问题 所有的行业的人都有这样的人 对 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认清了 因为我当时也能想明白 我如果在那我会不要吗 我不可能不要 我怎么会去排队呢 那就这样吧 这世界运行的国际就是这样 我就发现了没有我想的那种 到底很洁净的那种东西 慢慢的我也特别瞧不起知识分子 也特别瞧不起这种有操受 有坚持的老师 就有一点 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混 我不想再这样 我也不想再做知识分子了 太早找到边界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 还好 还好 还在找 我希望能把自我的边界再扩大一次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 我就一下认清这件事 那我要赶紧来 那我就运行起来呗 我就别嘚瑟了 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 我就接受的很快 我觉得世界就没有错 我没有说他错 只是当时那样 比如说我真的蛮好奇的 这种不同代文艺青年的变化 比如说我比你大十几岁 可能一直到我 我九年代中期上大学 一直到我们那时候如果是文艺青年 你是很享受苦涩的 是啊 就是你的巨大的希望和你实际上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现实之间的差距 带来很大的苦涩 你是觉得苦涩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对你来说 你也是有一段这样的过程 有过 刚刚讲的大学我也是那样的 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就喜欢现在的小孩 他们到底什么样 比如说池子吧 我的好朋友95年的 他没有这些 没包袱吧 没包袱一定是好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不好的 我是怎么想的 就这种苦涩或者说这种挣扎 这种矛盾 这些心理 对你的创作产出为人全部 我甚至可以说是可能是没有价值 你觉得没价值 因为池子他也没有需要的 没点他一样可以创作 他一样讲段子一样 讲完就玩去 他不挣扎 不是说不思考 他都有 愤怒也有 不满 对一些事情看不惯 什么都有 但我觉得他没有把事情放得很重 他不是那种享受忧伤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说 就是说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很多 很具体 他其实比我叛逆多了 他还小了 他还年轻 他比我叛逆的太多了 很多广告他都不愿意拍 你会说服他吗 会 他能够被说服吗 能 我就把钱给他看 我说就这么多钱拍不拍 我就是他的社会现实 我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社会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 我说你觉得我享受这些 我说我小时候比你叛逆多了 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蠢 虽然每个老年人这样说话都很傻 但是我总觉得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代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就不是对我们这代可能70年代普遍来讲 这个价值观价值系统是个体去反抗的 这是非常 您这一代是 对的很普 就是个体可能会去摇滚 对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好像我 就我为什么好奇跟你想跟你聊 就好像这东西好像就突然到更年轻一代就消失了 有点就是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 因为它在我身上逐渐消失 而且非常快 因为你现在才26 278岁 非常快的小时 为什么 我变成社会了 我的价值观 我刚刚说过 就是我觉得所有时代都一个德性 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都得死 你要问我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 在我真正的内心的想法里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在佛祖的价值体里 对立的概念都不重要 您刚刚说放弃 对立的可能就是我 我想通了 但是在佛学的价值体系 我理解的 是以见识 中道 讲中道 我同时是放弃 同时也是想通了 这就是我的 那这不也是这种自我欺骗吗 是啊 但是这被庸俗化的佛学更是这样 尤其适合中国人这种 当然了 那没办法 那你总得活着 怎么办 你是哪有这么严峻 就把这个情况 好像我不接受这样的庸俗化的东西 我就不能活着一样 怎么可能呢 哪有这么严峻 哪有这么自己吓自己的 对我来说是挺严峻的 只能说对我来说是吧 那挺好的 你看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就把自己理得比较清楚吧 就得到更多的是快乐 你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 人是有这样的东西 那您对知识分子的责任哪 或者说 我相信呢 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我还是相信吧 我当然不是浪漫抒情似的 那种那样的 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很多 可能被很多伪知识分子给害了吧 知识分子是有很多问题 商人没有很多问题 然后不同的行业没有很多问题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 好像我们对这个行业就特别 尤其苛刻吧 可能之前给他很多道德期待吧 太苛刻了 因为只有知识分子行业是最自省的人 当你批评他说他们是接受的 你批评其他人是没有的 你会不会殉道 我不会 我是想过主义者 那你想过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生命 死在女人的身上吗 真实 我骗你干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区别 嗯 就我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不能 为什么不这么说 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就说会怎么样呢 会少赚很多钱 真的吗 真的 啊这么明显啊 真的真的 怪不得我赚到钱了 一马 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真的 你节目成这样了我都不赚到钱 你有感觉你的老师 怪不得我感觉怎么赚钱 哈哈哈哈 就是不要说太多真话 你不就是不要挑战大多数人 那我图什么呀 哪想不敢说的事 你要用包装的形式 我跟你我跟你说 那就很无聊 不很累吗 我告诉你 也想说就是像刚这个 呃 死在女人身上这个事 嗯 我把它变成一个段子 可以说 我就说了 我说 哎 我说以待我有时候想 死在别人的身上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 对可能是被那个女人打死的 所以就随便 拐一下说个段子 就说了 大家就不会觉得啊 那其实我比你过得开心多了呀 嗯 某种某种意义上 对对对 这个这个你可以这样说 但其实我也说了 我只能说我也说了 我该说的我其实都是说的 啊对 我再教一个怎么不被人骂 嗯 刚说了一个死在女人身上那是吧 嗯 其实女人这个词啊 就有点油油腻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 你相信我 我是做大众娱乐的 好吧 我是做大众娱乐 而且研究口语的 女人这个词 首先 男的使用起来就会油腻 然后 真的 尤其是一个 您这个 年纪的人 嗯 使用这个词 呃 虽然你是一个真诚天真 什么这样的人 但是隔了一个屏幕 观众一看就觉得 哎 咳咳 中年男人 知识分子怎么那么恶心啊 嗯 但是他平时做的事 可能比你过分的多 这就是大众 大众娱乐 嗯 没人教你这些 嗯 在屏幕上不要 真的不要 再劝你一次 不要使用这个错 嗯 就也不要说死在女人身上 嗯 虽然是一个浪漫 一个 其实不是坏事 是一个浪漫的一个 但是别人观感 观众屏幕一看 他就会觉得 这人流氓嘛 但是你 但是你会担心这样的方式 比如太熟练了 你会真的是被完全规训了 你会散伤很多东西呢 这是太难了 谁能把我规训了 嗯 所以没关系 不会的 太难了 嗯 但是但是我觉得 我说说这些又有什么损伤呢 啊 就赚不到钱 对赚不到钱 对啊 我跟你说就是你做自己可以 但你就是赚不到钱 被人骂了 那你以前那时候就赚到钱了吗 对你来说 算了算了 嗯 我生活考虚很低 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 我赚到一笔钱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拿到那个 东方八公路透口去搞费吧 嗯 那个为什么能特别明显 因为发的是现金 多少钱呢 7000块钱 嗯 好像还在澳美实习的时候 能拿到手里7000块钱 一大钱 比如说你现在有概念吗 比如说我有多少钱 我就无所谓了 或者更什么 无所谓 嗯 无所谓真的得几个亿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呢 因为你要的是无所谓 你要是要的是好好活着什么的 嗯 那就都行 我觉得我现在就行 我觉得我现在的钱就够了 嗯 我就没事了 我就这样呗 而且我又不是不挣钱 嗯 对 但你要是想让我无所谓 嗯 我的无所谓可是得特别无所谓 那现在什么东西让你有所谓呢 可是你说就需要几个亿来来这么多钱 比如呢 嗯 这都不能说了 这绝对不能说 好 来 每一代人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时代应该是更多的包裹自己嘛 就包裹自己 我觉得这是面对一个从 一个从重年代的某种反应 因为包裹自我是个安全的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更少特地独行了 所以可能我对可能对李淡昨天表现出来的 就是这么容易被规训 也是有点意外吧 或者说他在规训过程中 我觉得 或许我们的谈话他应该可以更无所谓表达这些东西 我就做来说 谈话是引申对方的陌生之语 探索到对方尚未意识到的东西 包括探索我自己尚未意识到的东西 他一定应该是一个更展开式的 然后这个叙事更可能会一条一条引申出来 明白 我现在进入内蒙模式 你知道内蒙模式是什么吗 什么呀 框框走心 一句吸血的都没有 喝够个酒 你看内蒙的餐桌上都是流着眼泪 搂着脖子说话的 我们俩在嘴后就搂着脖子说 行动也挺逗的 对 我不知道 可能我对那种 但是我说我的观感 我的感觉 我的戏谑有时候是自我保护 对 我知道 我终结谈话可能就是因为无意识的 我觉得再说下去有危险 你是知识分子 我是义人 我要再次强调一遍 我没办法 我要赚钱 我在您这过个瘾子走个心个 算了 来走吧 无所谓 这时候我就突然对你伸出恋爱 我都不好意思让你说了 那怎么着结束了 不错 不但我挺理解这些东西的 对 我对您的这种攻击 戏谑有自我保护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在保护你 我的感觉是 当然你不在乎 你不在意这个 但其实我是在这个镜头面前保护你 你说了一句话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镜头后面的观众们 此时此刻会说 徐志远怎么又这样 会说这个的时候 我一个玩笑把它解掉了 说一句话解掉了 其实是保护咱俩 要这么谈话也不公平了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意向情 或者这支配人的意向情 我这么要求谈话是不公平的 不对的 就是您什么 对吧 我要求你这样 不公平的 没事其实 或者说我这种感觉 并不是说我要可以严肃 我只是对某种主流的叙事有怀疑而已 我试试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你有种感觉 好像年轻一代 或者所谓的过程群体 他们对任何轻微的质疑 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不适应式的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批评精神 稍微一点点的适应精神 都变得很困难起来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也有感觉 包括你自己说的那种 你自己的那种虚无感 或者说某种自毁倾向 真的是一个 因为我不太容易理解这个东西 因为我 你是一个小乐派 对 因为生活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特别无穷无尽的 对我来说是个有乐趣的事情 所以聊完之后我在想 那我是一个真的是很浅薄的 就是说我对这种尘世之患 充满了热情 您看我就是觉得浅薄深刻这种 根本不取决于你的态度 为什么我说不要享受悲凉 悲凉不等于深刻 当然 那个东西到底什么感觉 我也听一些朋友给我讲过这种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说这还挺逗的 反而是我天天吸皮笑脸的是一个虚无感的 您天天皱个眉头 反而是一个恶天派 这挺逗的 这是人生的矛盾感 挺有意思 什么感觉呢 就是没劲 就是没劲 我觉得什么都没劲 我最害怕的人就是说你做自己 你让我做自己你就见不着我了 我做不了自己 我只能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大家才能看到我活得积极阳光健康 让所有人快乐 我要是做自己是很可怕的 就是我做自己就对我自己太不好了 就是我不可能做自己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过得不开心 但每个人都爱强装自己特别开心 都装得很开心 对 我们好像失去了对一些事情改变的动力 改变的力气 我们是用一种解构的态度 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该如何自处呢 我们这些人连尘埃都算不上 如果说我们无路可走 怎么办 中国的年轻人是没有青年阶段的 都会特别快的希望自己洗掉身上的小元气 都迅速地完成社会化 一个人当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不应该把下一代再带过来 带到这个世界上重蹈覆辙 是不是这样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去感叹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来 谢谢 谢谢 你是不是开始喝酒的 挺小就开始喝了 那某大人是不管孩子喝酒的 你是到底哪个起的 那个地方 我那个地儿没有原来 后来他们在草原上发现了烧剪 就是蒸馒头用的烧剪 然后我爸和我妈 就算是支援建设那种感觉 然后就都去了这地儿 他们从哪去的 从西里套特 然后我爸他最后就在这个矿场 我当一个小领导 这是中层领导 你对那个矿 现在回忆起来 对那个厂矿什么印象 那什么样的感觉 多少人 多少人 蕭条很小 几千人 几千人 像小独立王国一样 独立王国 我是经历了那个矿场的最繁荣的时代 草原深处 我们是可以吃到新鲜海鲜的 就可能是东北那边这些运 大雷这些运过去的 真不知道哪来的 反正我们就能吃到 我小时候也是吃过见过 就是 祖长牛逼过 但是很快就萧条了 因为矿场开采特别快 我最近那是经历过 就真的是大起大路 一开始是什么都有 我们小时候是 这种集体生活 我从小是上托儿所长大 就是爸爸妈妈要上班 从小在托儿所长大的 厂矿的人 然后还有兵团的人 还有兵团 建设兵团 我楼上住的是 好像是个上海人 我不记得了 反正是有兵团的人 天南海北 最后就变成狗笔人 那是想干什么的 对自己 未来 我从来没有过梦想 从来没有过梦想 就下火 人是活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嗯 你去照着标准去想 没用去 只能活 活着活着自己就 但活在活在过程中 想是一刻不停的发生的 因为他们是并存的 对 哪有什么真的是活出来 纠偏 纠正 你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工智能活 你就是在跑嘛 你就拿自己在世界上 跑这个程序 跑出bug 修一学 跑一跑修一学 就这样 嗯 嗯 有没有一条 线索是一个纵向呢 有某种标准存在 你想接近这个标准 有有有 但这个没给我带来 什么好的下场 我对他人很好奇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结交陌生的人 嗯 读书其实一回事吧 嗯 最后我的思考成果是都一样 这个很难受 其实 包括我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是一样的 嗯 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嗯 我觉得都那样 我就看 我希望我的一生 能这样 就 这个其实挺可悲的 人没有偶像很可悲 我特别羡慕有那种 像你说你见到白仙勇 嗯 我很羡慕那种 激动啊那种 嗯 感觉我从来没有过 都有词 我没过来 那种 没有